《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昨天说陈全国被制裁 一个悬在那两年多的川普行政令终于得以实施 看出美国要来真的了 看出川普是决心以下 因为对中共政治局委员这个级别的制裁 意味着川普不在外围兜圈子了 直奔中共权贵的核心实施打击 我跟大家说 这美国科技你封锁的再狠 你打掉十个华为也好 打掉二十个华为也好 经济制裁再严厉 军事力量再强大 这次两艘航母在南海全天后起降飞机 这了不得的作序能力 世界独一份 那又怎样 美国军事频道的宣传说 它能够给予任何敌手灭顶之灾 你就算灭了国又怎样 毛泽东时代就已经鼓噪了 死掉4亿人也要跟美国打核战争 他不怕你灭国 而且我跟你说呢 只有这个暴君还有无数的人吊着眼泪 喊着万岁 喊着嗓子都哑了 去接受毛的检阅 他们实际上是大比例的可能成为 被牺牲掉的4亿人中的一个呀 挤破脑袋的去接受检阅 文革期间毛泽东是八次检阅红卫兵们 每一次检阅完了 环卫工人在地上捡大家掉的鞋 挤掉的那鞋一次一卡车 回家了配对 30码的有没有 38码有没有 放这放这来 都能够开个鞋店卖鞋了 我跟你说 你要说那个时候老百姓不知道自己的领袖 要把自己牺牲掉啊 不准确 三反五反反又哪一场运动 不是几乎波及每一个家庭呢 能不知道这个政府是把自己的人民当敌人看了吗 但是中国人几乎被培养出了那份冷漠的侥幸 什么叫冷漠的侥幸 就像丘吉尔说的 努力的对邪恶示好 无非是希望自己成为最后一个受害者 所以毛时代过去了 你愁现在的中共领袖变了吗 你愁现在的人民变了吗 中共将领不是一样放出狠话 说牺牲西安以东大城市跟美国核决战吗 胡锡进不是大声的要说 来特个一千枚核弹头再来一百个远程导弹吗 虽然现在的拥护者呢 是在家里上网 在家里上网喊外岁了 不用被踩掉鞋子了吧 但是你看他那个尽头激动亢奋的 一样是那么的厉害 我看这里面大多数 其实应该也是生活在西安以东吧 所以中共的领袖们根本不用担心灭国灭族 因为人民的性命、城市的安全 根本比不上他们在瑞士的存单 比不上他们在什么Long Beach 在曼哈顿上东城的豪宅来的重要 所以说这个迟来的行政命令的执行 将带来整个国际形势的转变 因为它对中共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比给它灭国还要厉害 它将带来国内政治生态的巨变 我跟你说 朋友们 大家听好 这狗咬狗的惨叫声会此起彼伏 这是两年半了吧 川普的命令到现在 这算是叫一只鞋子落地了 那么今天的另外一只鞋子落地 又是怎么个事呢 从四月份开始 关于中共病毒的这个关键知情者 出逃海外的传言甚多 有的说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所长 有的说是广州中大医学院的院长 甚至是石正丽本人连家一起出逃了 传的是有鼻子有眼的 一路上如何反跟踪、反侦查 很多亲身经历者 那么今天的这个谜算是解开了 神秘人物出现了 今天这个靴子掉下来了 福克斯新闻今天公布了 对从中国香港出逃到美国的病毒学家 闫丽梦女士的独家采访 当然 福克斯并没有注明说 这个采访的具体时间 只是说明了采访是在一个未公开的地点 因为要保护这个证人 非常重要 那么闫丽梦是何许人呢 是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病毒专家 他是4月28号逃亡到美国去的 那么这个逃亡事件跟外界传闻说 有重要证人逃亡海外这个时间点是一致的 当然它既不是传说中说 中共的重要的技术官僚 不是这个所长那个院长 也不是中共宣传部门组织的那些粉红们 说的打酱油的 根本不重要 说是为了政治庇护的那些底层技术人员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接触秘密 这个闫丽梦呢 介绍一下他 他是南方医科大学在那获得博士学位的 如果熟悉中国体制的朋友就会清楚 这一间南方医科大学在广州的 它前身就是什么 就是中共的第一军医大学 最早是什么呢 是林彪第四野战军东北军医学校的那个老班地 而对于病毒在战争中的使用 中共最早的接触就在东北 为什么 日本关东军731部队 所以这是一脉相承过来的 但我并不是指说闫丽梦本人有军方背景 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第一军医大学 已经在2004年军队院校改革的时候交给地方了 所以成了后来的南方医科大学 但是军方背景这个大学 它的病毒研究 咱们知道了 刚才介绍这个一脉相承 在中国它是有沉淀 有实践的 甚至是有实战基础的 那么这个闫丽梦后来在香港大学做的是博士后研究员 是研究冠状病毒的专家 在一些这个国际权威杂志 像柳叶刀、自然、研究广场 他加上美国微生物学会的这些大牌专业期刊 他都发表了很多论文 就在今年5月还在顶尖自然杂志 发表了关于COVID-19 就是这个新冠状病毒的发病机制 和它的传播性方面的论文 所以很显然呢 他也完全不是中共试图淡化的 说他只是一个普通技术员这么一个角色 说他是打酱油的 实际上呢 闫丽梦是一个真正的病毒专家 也就是说 他的资格和他的证词是值得充分接纳的 他在福克斯独家采访中叙述了 他为了公开真相而做出的逃生的决定 他当初还绘制逃生路线 穿越他的那个工作单位吧 那个摄影机的惊险过程 他要把所有亲人抛在后面的这份痛苦决断 他也跟这个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介绍了 那么他告诉世界最重要的就是 他透露了这个信息有三点 我看了这个整体跟大家总结了一下 那么第一点就是他和他的同事们呢 由各自的途径都了解到了病毒的 早期存在和流行的危险 12月底之前 中国的疾控中心科学家 已经拥有了第一手的病毒资料 但是中共与世卫组织却承认说 这种传播之前 等于是他们已经在中国这里了解到了实情了 知道这个病毒的存在和它的危害性 第二点是什么呢 是这个中共已经开始下这个封口令 一月初的时候 这个闫丽梦从武汉回来的同事 就已经不允许讨论病毒的具体情况了 那么闫丽梦本人1月16号 就向他在香港的这个实验室的主管汇报 说人传人这个病毒 但是被下令保持沉默 第三点就是1月9号 世卫组织宣称病毒无法轻易人传人 而在此之前的闫丽梦已经将 说这个将人传人的研究报告交给他实验室主管 因为这闫丽梦工作的这个实验室 是世卫组织参考研究室 也就是说闫丽梦交给他主管的这份研究报告 应该无缝交接到世卫组织手中的 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世卫组织做出了相反的通报 说不太容易人传人 闫丽梦还指证世卫组织附属实验室联合主任 叫做佩里斯教授 知情但是没有采取措施 那后来这个世卫组织网站呢 他说这个佩里斯是什么人呢 是因为世卫组织的任务和专家小组中工作过的 不是世卫组织的工作人员 也不能代表世卫组织 而他之前呢 在他的网站中却明确写了佩里斯教授 是世卫组织误问 大家听见是不是很熟悉是吧 就跟中共那个经常处理问题的发言人说话一样的 一旦出了事就是临时工干 把佩里斯教授当成临时工了 所以呢 这个事件一出来 福克斯新闻一出来 这个靴子算是落地了 大家并没有获得更多期望中的惊讶 发现并不是像想象中的这个院长那个所长 而且这一切的信息似乎就早已透露了 关于世卫组织的中共是如何隐瞒病情的 怎么样让这些科研人员噤声的 只不过大家知道这些对中共政府 和世卫组织之间的这个勾结和这个隐瞒事实 就不再是情报部门的资料 不会再是国会山的议论了 而是实实在在在电视中出现的一个证人 既然没有达到惊讶 对于福克斯这样的商业媒体来说 这样的新闻现在拿出来 就没有多少商业价值了 那我们今天主要来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这只靴子要在这个时候落地呢 福克斯新闻这个时候播出 这么一个独家采访有怎样的安排 那我跟大家来聊聊 咱们怎么去捕捉新闻背后的故事 7月7号 也就是三天前嘛 对吧 美国政府也就是川普团队 致函联合国正式表明 退出世界卫生组织W9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恩格尔 这些重量级的民主党议员呢 纷纷出来炮轰这个决定 说美国总统川普在疫情期间的退出世卫 令人无法理解 不过当然是根据相关规定的 你这时候正式提出来了 那么行动退出WHO一年后才会生效 这一年当中美国国会是否会根据事态发展来决定 要杯葛这个总统的决定呢 另外 民主党这个总统参选人拜登已经表态了 说他一旦入主白宫 第一天就会撤销这个决定 让美国继续留在世界卫生组织 如果光从表面上看就发现了 就是好像是为了反川普而反川普 就是说你川普要说离开 我们就留下 因为总统大选嘛 你是我的对手嘛 对不对 那我要符合你的意见 你要是成功了 我傻呀 是不是 等于给你加分呢 是不是 那你要失败了呢 那我也傻 错过了机会 本来在世界卫生组织这个进出这个问题上 我可以领先一个回合的 是吧 但是问题并不完全像表面上看的 就是一个政治上的反对那么简单 因为什么 因为世卫组织去留问题 决定了在处理美国目前国内疫情的这个态度 你是尊重世卫组织 这个传统上大家期望的 世卫组织可以给我们技术指导 给我们疫苗研发的协调 对于我们现在疫情那么严重的时候 是一个巨大的支持 我们离不开你 还是完全不信任世卫组织 正向共和党参议员这个斯科特的这个评论 斯科特怎么说 他说 美国不会把纳税人的钱 花在一个支持共产中国掩盖新冠状病毒 而且不考虑美国人民利益的组织上 也就是说呀 这个决定进出世卫组织 是一个站队的问题了 川普团队领导的美国政府已经充分认定 跟过去一样 你要相信 并依赖世卫组织提供的这个技术指导 可是这个世卫组织却因为愿意充当中共的工具 坑你呀 因为它是因为立场决定的 而不是因为专业精神决定的 它吐出来的这个决策 甚至都不用看美国 不管你是不是出钱最多的大老板 不管你是否给的科学支持最多 我都不尊重你美国的意见 这样反而会导致什么 美国的政策误判 因为你不公正 这会导致美国遭受更大的伤害 比如说现在具体执行上 川普要各州早些结束紧急状态 恢复正常社会活动 比如现在这川普很要命的一个措施 要什么 各地学校开课 甚至说了你们不按时开课 我联邦教育拨款都不给你了 这得往自己肩上揽多大的活多大的罪呀 万一小学传出来了这个爆发呢 疫情再次爆发呢 所以这些重大决策原来是什么 是依据这个世卫组织的 现在你还信它吗 它是按照中共的意思来的 那其实对美国是不是有最大的伤害呢 咱们看嘛 你需要预防病毒的扩散的时候 世卫组织告诉你没事 然后你关闭边际它谴责你 那你现在花了大力气 做了世界上任何国家 都无法比你的大人口激素的检测 认为人群这个严重蔓延的形势呢 这已经控制住了 世卫组织又会告诉你说第二次蔓延更严重 那你要相信它的 你是不是有可能上了中共的当呢 中共的后疫情战略 过去给大家做节目就是这么打算的 尽量拖延美国的经济复苏时间 你不开工 大家就要依赖中国开工 那中共又可以从各种要命的制裁当中苟延残喘 但是川普的行政命令确实要很冒很大风险的 有没有疫苗啊 没有 有没有特效药啊 应该也没有 只要一天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川普重开经济就是冒险 一招不慎就会耽误连任 更别说是耽误振兴美国反共大计了 所以怎么办 你要告诉美国老百姓 世卫组织在这个疫情的全世界这个泛滥当中 你是怎样违背你的职责 那么中共又是怎样在后面操控的 要把这个真相对着美国老百姓说出来 闫丽梦的这个采访啊 咱们看福克斯是没有时间表的 我相信的是早已做好了的 这不是一个临时起义的举动 而是一个带有浓烈政治意味的安排 因为福克斯新闻本身 它也是一个在政治色谱上靠右的这么一个媒体 面对民主党和主流媒体呢 对于川普推出世卫组织 这个这种排山倒海的指责 面对美国下一步 开放经济 开放社会生活 这个川普这个政策决定 就要让现在这位来自中国香港的 美丽勇敢的病毒专家站在美国人家家户户的 电视机上 电视机前 用他的亲身经历告诉美国民众 中国有没有优秀的科研工作者 有 但是当他们能够及时发现病毒危害的时候 中共政府把他们晋升了 他们是怎样封杀真相严惩吹哨人 要暴露中共的这个事实 世卫组织又是怎样配合中共无耻的撒谎的 所以这个靴子不是无缘无故掉下来的 也不是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到底是不是中共发动了生物战呢 是不是实验室泄露啊 他是为了川普当下为了肃清世卫组织 这样的中共外围机构对美国的伤害 为了揭穿政治对手们的攻击 为了告诉美国人一切灾难的源头究竟在哪里 为这个而安排的 而不是为了大家的好奇心 也不是为了媒体的商业利益而安排的 不论是大嘴川普还是瞌睡虫拜登 美国人呢 不论选择谁来为美国这条大船掌舵 不论他们都必须清楚 绝不能在中共铺好的冰山密布的航道中前行 这就是这个采访的安排 这就是川普让这个福克斯新闻 安排的这个时候播出这个独家采访的真实的目的 那么我以前做过节目 说川普从世卫组织退出开始 实际上开始它另一个庞大的布局 那就是对中共渗透操纵这些国际组织 甚至联合国的各级组织进行重整 这样才能让他们不再成为中共输出残暴和谎言 为个别的红色权贵利益 成为他们的这个宣传工具和他们表演的舞台 就可以让中共的个别的红色权贵 从个什么乡村一坝成为了世界富豪 你不能让世卫组织这些联合国组织成为这样的打手 回过头来说世界卫生组织 不仅仅是大家看到的 这个会员费美国多缴还是谁少缴的问题 还有美国军队在需要卫生医疗的战乱地区 为世卫组织专家工作组提供的保护 这个别人没有做到 美国做到了 还有无数的美国大型药商的捐赠 更重要的是什么 是美国在所有的这些工作的后面 它不是为了一党之私 而是为了普世价值的宣扬 这种价值观最简单的描述就是什么 就是现在人们手里拿着捐赠的口罩的时候 应该想到的是什么 看到想到的是自然而然的这份给予 这份爱与悲悯 而不是拿在那里想到某个领袖的关怀 想到某个大国是那么厉害 川普退出世卫组织呢 是拒绝了恶在世间继续游走 但那个恶的根源是必须要剿灭的 福克斯新闻当中 闫丽梦女士说到了说她害怕 为什么怕呢 甚至她的科学家的丈夫都说了 说不 你这么做 他们会杀了我们所有人 而当闫丽梦出逃到了美国之后 中共特工已经是蜂拥而至 闫丽梦在这个青岛的小公寓 在家乡的小公寓威胁她的父母 逼迫闫严梦放弃现在的抗争 但是闫丽梦有没有服从这种迫害和威胁呢 没有 她的想法很简单 她说我只是要传递COVID-19病毒的真相 其实就这么简单 朋友们 只要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 去做这个简单而正确的事情 去传递真相 这才会让中国得到最大的救赎 这也能救了自己和我们自己的孩子 江峰漫谈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了 这个时间是够了 明天是周末 我要抓紧时间拍摄南北战争的节目 这里跟大家说个事 什么事呢 就是我有个新频道叫做江峰剧场 以后我的故事类的轻松话题 就放在那个频道了 现在是已经把原来的红色鼹鼠原来做的 那个系列搬到哪去了 现在呢 就是请朋友们去那里观看 去那里订阅 算是一个预热吧 帮我暖暖场 那么下个星期咱们就开演了 以后呢 就是朋友们看时政累了 烦了 咱就请一跪步去那边看看小电影 这样一个星期呢 加上这个外面的漫谈节目 咱们这个里面这个江峰剧场呢 应该有六天的节目 满当当的 我呢 是会跟大家一起直呼过瘾 就是现在就是拜托大家 算是江峰吧 这个开口跟大家讨个便宜 就是我也自己看看吧 我给自己的频道做推荐效果好不好 就是感谢大家 大家行动支持 我们下回再见